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老sir教证生这个环节 生这一页乐器,可能由于天气或气氛的缘故 经常会有一些小小小的无病 这个环节我收集了一些学生或朋友经常会遇到的问题 我希望在这个环节可以和大家解释一下 让你们就算没有老师在你身边 你们都可以自己学习如何维修 第一个我经常会遇到学生 叫我帮他们收你的一个问题 就是自生有杂音 什么为自生有杂音呢 就是通常我们吹声就是按一个洞 然后那支竹才会发出声音 但是如果你不按它也会发出有声音的话 这个就为之有杂音了 就是我现在这一个新的情况就是这样 如果遇到这样的问题 我们应该如何解决它呢 首先就要明白它为什么会有杂音 那里入手 Go 好 好了 整支生呢 其实每一支竹都可以拔出来的 每一支竹我们叫做生苗 每一支竹我们拔出来之后呢 底部都会有一块黄片 那这块黄片呢 它就用很多技术 刁剁了中间 这个部分呢 就比较薄一点的 我们叫做黄泻 上面有一点红色的东西呢 就是用来教音的 我们批它多一点就高音一点 点它多一点下去呢 就会低音一点 那我们当我们吹声的时候呢 真正会震动那个位呢 就是这个黄泻的部分 那好像我刚才那样说过了 如果在一些不气温 冰罩变得很重要的情况之下 因为香港那些冷气都很厉害的嘛 如果我们在一些很冷的地方 跟着突然间又去了一些很热的 出了街去了很热的地方 或者支生拿了出去 回到家 突然间很大冷气的话呢 那这一块黄片呢 是用铜做的 所以呢 一些金属呢 遇到一些那么大的 气温的改变呢 它可能就会变异了 那一般呢 会变形呢 都是这一个部分的 因为这里薄的嘛 这里是批批批批批到这里 很薄的 那当然就会有两个情况 会发生了 它可能会撬起了 就是这个情况 或者它凹了下去 就是这个情况 那这一个图呢 就是这个黄片的 打横这样看的 那如果那块黄片 这样撬起了 打横这样看 就是变成这样的样子 那如果它凹了下去的话呢 就会是现在这个 这样的样子 这个黄片呢 它批出来的时候呢 两边都是不平均的了 那它剷的那块黄片的时候呢 就在这块黄片的底部那里剷的 那上面这里是平的 那底部那里是不平的 那最完美的情况呢 当然是我们等了一块黄片 在这个身脚那里的时候呢 这一块黄片 和外面这个我们叫框 可以黄片的框 是成一个平面呢 那就是最好的 那但是 有遇到一些不同的情况 就是一些气温改变呢 它可能会凹起了 或者凹了下去 那我们其实那些有杂音呢 就是这个情况那里会发生了 那十居其九呢 都是这个情况的 那也算是幸运的 因为凹了下去呢 是麻烦很多的 那好了 如果我们现在 如果我们遇到这个 这个 跳起了上来的情况 那我们 照道理 其实我整天都觉得 生好多的时候 都是手把硬件功夫来的 你看到它凹起了 我们要做的事情呢 就是凹起它下去 那我现在就示范一次给大家看了 好了 那刚才说我两个情况 一个呢 因为天气的缘故 它会跳起了 或者凹了下去 那这个情况呢 我就做得夸张一点 给你们看的 因为我为了要示范呢 我特意把它弄到 它很凹的 这样的 我打横这样 给大家看一下呢 其实我应该很清楚 看到了 这个应该很清楚了 这一块黄线 直接跳起了 离开了这一块黄线的斑 这样的 OK 那也是 好多时候呢 整身来来去去都是一些 手把硬件功夫 道理是很简单的 只不过可能你要练习 多一点 从而令到你可以得心认手 那这样跳起了 我们可以做什么呢 按它下去 对不对 如果这样跳起了的话 你会是吹的时候 会有责任 但是如果你遇到一块黄线 如果黄线是凹了下去的话 你会吸收的时候 会有杂音 那么这两个情况 你们要好好记住它 至于怎么可以找到 哪一支竹子有问题呢 我在这一个 视频的后段 我会再解释给大家听 好了 那这个黄线呢 因为叫起了 很简单 我们就会捏回它下去 好了 你看到我捏了它几下之后 打横地看它 基本上已经平了 已经不会再跳起了 那如果它很完美地 这块黄线和这个框 是成一个 可不可以叫水平呢 总之是平了的 我们的目的呢 就是要令到这块黄线 和这个框 是不会有撬起 或者凹了下去的 一些空隙在里面 那么这一支生 那一支竹子 就不会有杂音了 那当然了 这块黄线呢 其实也不是平均的 前面这个部分 是比较薄一点的 这里呢 后面呢 是比较厚一点的 那你按下去的时候 就真的要有少少 看看你的经验了 如果你撬起上来的程度 只是很少很少的话呢 我都会建议你 从这里慢慢试一下 可能你在这里 按一下少少 它就会停回了 但是如果 好像刚才我那块 这块黄线 撬到那么夸张的话呢 你可能呢 就会按一下 比较上 近一点 这个根部的地方 但是呢 如果你说 一来就 我想明显一点 有效果 那你按下去呢 那你很可能 会按了那块黄线 变成了 这一个情况 那就麻烦了 因为呢 这个你撬起了呢 你按它下去呢 很容易的 但是如果你 凹了下去的话呢 我就会找一块刀片 在这里 挑了它 然后 挑上来的 但是呢 正确的方法呢 就是你应该 要脱了那块黄线出来 在后面 继续上来 就是在这里 对它上来 在这里 对它 对它上来 然后 再黏一块黄线 那这个工序呢 就麻烦很多很多了 所以呢 你们做这个 调教黄线的 上下这个程度 真的要小心一点 好 基本上 这样就可以叫做 OK的了 那么 如果 你插了它 在身上 都还发现有 雜音的话呢 即是说 它仍然是 未 up to 一个好的状态 那你又要 拔它出来 再加一个 因为现在我真的 很仔细地看 我 整齐一点 这里呢 还是有 少少调气了 那么 这个可能有问题 亦到可能 没有问题 但是就要吹下去 才知道的了 好 至于怎样 可以找到哪一支 竹有问题呢 我 接下来就会 告诉大家 Hello 各位 那一支生 有习音的原因 和修理方法 我就解释了 给你们了 那你们要多多练习一下 看看 如何可以修理得去好些 那好啦 那如果 深水清的同学 就可能会问 哇 那我一支生 那么多支竹 那我怎么知道哪一支竹有事呢 那好啦 其实呢 就有方法可以将那些竹 找到它出来的 而呢 当你之生有习音的时候呢 一般情况 都是你很势力地去吹它的时候 或者很势力地去吸它的时候呢 那些习音呢 才会出现的 因为当你很大力地去吹 一个学戏的时候呢 就是很多戏都进去呢 那些习音是会失去的 但是我们不可能 永远都吹大声的嘛 我们也有时候要吹小声的嘛 所以呢 也都要将那支生呢 调教到一个 合适的状态才行的 那好啦 那现在怎样找它出来呢 那你吹小声的时候呢 就是会有习音 没错啦 那现在呢 我就是要你吹了一些习音 出来先 好像我现在手上的一支神 那样 我小小力地去吹它 那这样就有声啦 对不对 好啦 那在这个状态之下呢 然后我们抹逐支 逐支竹 那个网统呢 按它一下 当如果你按到那支竹 你会发现 其中有一个音 它是没有 那个习音是没有了的话呢 就是那一支竹有问题了 就是那一支竹里面那块黄片有问题了 那你现在听一听我的示范吧 那我相信我找到一支出来啦 是不是很明显 当我一按到这一支竹的时候呢 你在均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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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那儿 sever 的 对了 很明显 就是这一支向上有的问题了 那我们首先要按住下答备 你按住他继续吹呢 它是不会再出声的了 那我们如此类推 schön ookie alles 我应该又找到另一支 应该是二支 找了两支 然后再继续弄 因为我还听到有剩下一个音 再继续弄 好了,找到了 就是这支族了 我们再明显一点给大家看一下 OK 好了,我现在按住这三支族之后 再细细力去吹它 是没有了这些杂音的 那你就可以很有目标地 拔出这三支族出来 然后修理它 修理的方法就是 刚才我已经解释了给你听 而我相信你做这个修理的过程 不是一次就行的 刚才我这样做完之后 我眼睛都好像还有少少少 撬起了那块锅片 但真正可以查得到你对 或者不对 即是你有没有修理好度那块锅片 其实都是要靠你吹咒的时候去感觉的 好了,关于一支生有杂音的修理方法 我今天就讲到这里了 如果你觉得这支影片对你有帮助的话 就欢迎你给个like我 或者share这支影片给不同的朋友看 如果你对修理这个乐器 还有其他的问题的话 都欢迎你在下面留言告诉我 如果我懂得回答的话 我会尽量回答到大家 那我们下一集再见 拜拜